真是好一派花钱月下的以你风光,前提是,蓝忘机不是像这样直挺挺地立在魏无羡三丈开外,闭着双眼,一动不动,像个老和尚入了定一样的话。 魏无羡承默了不闹,蓝忘机也留了下来,但是其实蓝忘机心里清楚得很,魏无羡那人,不闹是压根不可能的, 他对魏无羡可是丝毫奈何不了了,只能从自己下手,争取做到三步,不看,不说,不理睬,只陪着他静静疗伤便好。 不过,这些在魏无羡这里都是无谓挣扎,走个行事,反正也是一种情趣。 今年累月的朝夕相处,使得魏无羡不再是那个丝毫看不懂蓝忘机心意的二傻子, 他已经修炼成了一个精确程度几乎不亚于蓝溪沉的蓝忘机阅读机, 而且拿捏蓝忘机拿捏的那叫一个得心应手,虽然面前的这个蓝忘机小了十几岁, 不过本质还是一样的。 毕竟不管是大的,还是小的,魏无羡手里都紧紧握着蓝忘机的命脉,他自己。 在几次尝试搭话都被蓝忘机无视,宣告失败之后,魏无羡眼珠子滴溜溜一转, 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,壮若抱怨的开口。 蓝湛,你都不和我聊天,好无聊呀,还是和江城一起泡澡有意思。 蓝忘机闻言眉头索起,不顺逾越的样子,却还是没有动作。 我们一起泡澡,还互相泼水,打水仗,两个人都可开心了,特别好玩。 蓝忘机咬紧了下颚,流畅的下颌线更加锋利,但还是没动。 你别说,江城那家伙穿着衣服看不出来什么,其实他的身材真的还挺好,皮肤也。 蓝忘机猛然睁开了双眼,瞪向魏无羡,魏无羡于是立刻便实相地闭上了嘴,无辜地看着他。 皮肤怎样? 蓝忘机悠悠地开口,脸色阴沉得像是黑云压顶。 魏无羡嘿嘿一笑,皮肤很嫩啊。 蓝忘机气急,见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正欲恨恨吃他,又听魏无羡接着补充。 毕竟那是我们五岁的时候磨,皮肤自然很嫩了,身材也很好,胖乎乎的,哈哈。 蓝忘机被他噎住,有口无言,魏无羡便抓紧机会迈步过来牵住蓝忘机的手,笑。 哎呦,我们二哥哥这是吃醋啦。 蓝忘机不自在地扭了扭头,却没否认,魏无羡双手伸出去,捧住了蓝忘机的脸,把它转了回来,和自己的脸面对面,而后凑了上去,紧紧贴着蓝忘机的脸颊绣了绣,像只小奶狗似的,望着蓝忘机的毛子说。 呀,哪里来的酸味? 蓝忘机懒然,拉开魏无羡的手,退后了一步,魏无羡正要贴过去,却见蓝忘机,弯下腰,双手探入水中,大力一挥,一波水浪便劈头盖脸地朝魏无羡坡来,魏无羡躲避不及,迎头临成了个落汤鸡。 他猛猛地朝蓝战笑,贪着手,像是在问二哥哥,这是作甚。 却见蓝忘机冷淡地说,打水仗,好玩磨。 魏无羡哈哈大笑,也仰手还击,两个人就这么在顾苏蓝室用于疗伤修炼的冷泉中,你来我往地玩闹了许久,最后魏无羡都冷得瑟瑟发抖,发丝结霜,才舍得和蓝忘机一起紧紧搂着,肌肤向贴,两个人活似一个人地上了岸。 这一顿打,不仅没叫魏无羡长了记性,两人还这么开心地水中嬉戏了一通,幸好,没叫蓝起人看见,不然,不知道他还承不承受得住。 罪过呀。 温氏搜查过云深不知处后,就没了什么动静,仿佛真的放过了趁机夺回自己属地的孽,蓝两家一样,但是魏无羡心理清楚,以温若寒的野心与报复心,就算是连丧梁子,尤其是一向已重的长子温旭的死家上失去了温氏管辖之下,最远的监察辽。 这样的打击也绝对熄灭不了其想要统治百家,打造温王盛世的欲望之火,反而只会刺激温若寒,使得他愈燃愈烈。 不过不管温若寒是不是在整顿温氏,提拔培养什么新的心腹来填补他死去的儿子们的空缺,或者再憋着什么大招准备对付其他世家,都得先等着他出招,再冰来降挡水来吐掩了,至少在那之前,这个时候的云深不知处处在以上一世不同的一片平静与和谐之中。 当然,前提是,狼望鸡或者魏无羡不在蓝启仁面前的时候。 魏英,你给我站起来。 停课两日之后,蓝启仁终于恢复了些精气神,宣布复课,当他夹着一本书册,板着一张脸走进蓝室时,一眼便看见,那头的魏无羡趴在书岸上,伸着一根手指一下一下地戳前面做得端端正正的狼望鸡的肩背,口里不知在说些什么,面上挂着吊儿锒铛的笑容,十分的刺眼。 那股看见自己一项小事,明里的侄子被一个魂小子拉入断秀泥沼中的怒气,一下子又涌上了蓝启仁的天灵盖。 他煞时间,全然忘记了出门前自己对自己完全无事未应的家伙的告诫,急急便朝着魏无羡大声呵斥着。